5月5日,由导弹驱逐舰海口舰、导弹护卫舰黄山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,在顺利靠拨香港5天后,返航赴母港归舰。 香港各界举行欢送仪式,舰队也挂戴满旗和制谢旗组,向欢送人群致意。 当天上午9时许,香港社团青少年代表和驻港部队海陆空三军官兵代表近500人,早早来到昂传州军营码头欢送舰艇编队。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致辞欢送舰队返航,他表示,舰艇编队让香港市民亲身感受到海军威武文明知识的风范,希望以后海军多多前来这个南方的家。 舰队让香港市民,特别是学生和年轻朋友,加深对国家的生态化,国防建设的应识, 新鲜地感受国家海军威武文明知识的风范,激化了他们的热情和对国家民主的认同感和亿投感。 海军经营快速的发展,编队每次来港,都让我们的感受兴奋和骄傲。 我和很多香港市民一样,十分期待海军编队以后,多到这个南方的家, 与三个市民互动交流,也让我们分享国家发展及现代化的丰硕的成果。 上午时时许,为方便舰艇出行,海口舰和黄山舰悬挂了带满旗和制鞋旗组,向欢送人员制鞋。 舰队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,向码头上的人群挥手道别。 随后,舰队在拖轮的带领下,缓缓驶离码头,返航赴母港归舰。 据了解,舰队靠驳在香港期间,受到香港市民的热烈欢迎。 有超过1.5万名香港社团和青少年团顶登届参观。 高峰时期,参观的队伍在码头上排到了上百米开外。 观众可以在舰艇上近距离接触舰载直升机,垂直发射系统,雨雷发射器,舰炮等武器装备。 为了让市民对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有更加直观的感受, 驻港部队在码头还陈列了众多的枪械设备,并配备讲解员。 观众可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,现场体验并模拟使用。 据了解,舰队是在完成海军70周年越舰任务后,返航途中靠拨香港。 从香港回归祖国以来,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曾5次靠拨过香港,此次为第6次。 其中,本次靠拨的海口舰,曾于2012年完成亚丁湾护航任务返航途中停靠过香港。